不是 我只付了一瓶的錢而已 你幹嘛給我兩瓶呢 我們的活動就是滿意送你一瓶 所以你買了一瓶可樂 我要送你一瓶 不是 可是我只付了一瓶的錢而已 我每次我都只付一瓶的錢 我都帶一瓶走 為什麼今天不一樣了咧 我跟你講 你今天我結帳 我結帳我會 我電腦會輸入 不是 我沒有辦法喝兩瓶可樂 你知道嗎 你知道現在幾點嗎 現在晚上十一點 十一點之後 我不能喝兩瓶可樂 我只能喝一瓶 你不要喝啊 你帶回去啊 我帶回去 回去 我家裡面也沒有人幫我喝啊 所以你明天喝啊 不是 你不好意思 聽不懂對不對 OK 如果我明天喝了這瓶可樂之後 我明天再買一瓶 我請問一下 我明天不是喝三瓶了嗎 公司的活動就是我們買一送一 你買這瓶可樂 我一定要給這瓶可樂 就送你的 這瓶可樂是送你的 不是 你們工程怎麼那麼多 我買一瓶 我只要喝一瓶而已 你知道嗎 我在這邊消費一下一年多了 OK OK 好 我每次我都只拿一瓶可樂 我走掉 如果我自己拿兩瓶可樂 我手會承重不了 我手會斷掉 你懂嗎 要不然 我手可能會斷掉 我說跟你說真的 你就馬上拿去外面 第一 你看別邊喔 跟你說真的 我手會斷掉 好 要不要這樣 先生 你要不要買ZERO的 我不能喝ZERO 你不知道 你知道ZERO有什麼做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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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我這樣因為你是職員而已 OK 我跟你講 你知道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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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亞洲區總裁 的特助 知道你懂嗎 知道你懂嗎 我跟太鼓集團的總裁 有喝過下午茶 在隔壁桌 自我 我那時候就聽到了 建議不能喝 知道你懂嗎 低弱 不能喝 知道沒 學到了吧 Cure Story Cure Story 跟我唸一遍 Cure Story 不是 知道你懂你去把它帶去 你請別人喝 你拿去給別人喝也可以 我又不認識他們 這是 他們趕快以為我想要他們怎麼樣 欸 我根本才沒有 就算我想做我也不會這樣子 我把它拿去丟掉 我就拿去丟掉 怎麼可以丟掉 你今天你買一瓶 這瓶送你的 這瓶送你的 這瓶送你的不用錢 好 不然你這樣子好了好不好 弟弟 我知道你做的很辛苦好不好 服務業 你實際多少錢 120 對不對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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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關係 120 我多付你一瓶的錢 我付兩瓶的錢 我拿一瓶總就好 好不好 弟弟 你付兩瓶錢 你會拿到四瓶可樂 因為你現在好多 我都要用四瓶可樂 這四瓶可樂 可樂洗胃耶 現在是買一瓶送你的 這送你的啊 這四瓶可樂會洗胃耶 你不知道嗎 可樂可能是三胃耶 你知道嗎 我已經洗過腎了 你知道嗎 你也用不洗胃啊 可樂它很毒 你知道嗎 我知道網路上就問一個影片 一個可樂有沒有 你把一個金幣丟下去 你拿出來的時候 會變成亮晶晶耶 我整個胃都是尖屁耶 你我 啊 今天這粒可樂 你買一瓶 它就是你的 所以 它不是我的 它不是我的 第一 它叫可樂 它不姓陳 所以它不是我的 好不好 今天不好意思 它是你的不是我的 你要把它帶走 我沒有辦法 我一天 我就是沒有辦法喝兩瓶可樂 我一天七個 七 一個禮拜七天 我只能喝七瓶可樂 那 如果 如果我回家之後 如果我們家清潔人發現 我一個禮拜丟了八瓶可樂 你想他會怎麼想我 他會覺得我是一個怎麼樣 不節操的人 你買一瓶回去 我只能喝了八瓶可樂 在一個禮拜裡面 我送你一瓶 所以你明天不用來買可樂啊 你有兩瓶啊 我沒有 我明天我還會來買可樂 請你們把這個 我那個 終止掉 好好好 不然我幫你們解決問題 我拿走一瓶好不好 你們這樣就不用吵了